在美国副总统彭斯上周的一番新冷战联讲后,美国高官们似乎正掀起一场针对中国的舆论战,其攻是丝毫没有紧弱的迹象。 据法金市报道,当地时间11日,彭斯在华盛顿会见包括台湾包交国红都拉斯、维迪马拉,以及今年8月与台断交的塞尔瓦多在内的多名中美洲国家领导人时,会议主题本是打击非法移民。 但彭斯在会上却威胁起这些国家称,和中国建立关系是应该要保持谨慎,要考虑到和美国的长期利益。 报道截图报道着,11日彭斯在华盛顿会见萨尔瓦多、维迪马拉、宏都拉斯的领导人,以及墨西哥外交部长,欲解决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的关键问题。 彭斯会上表示,若这些国家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做出更大努力,美国将采取更多措施来助及经济发展。 彭斯承认,这些中美洲国家的繁荣程度,在解决非法移民至关重要,之后他竟冷不丁地提到中国,趁如今在中国等国,试图扩大在中美洲地区影响力之际,我们认为解决这些问题的最佳途径是, 要加强美国和你们,以及西班球所有国家间的联系,以此来增强我们的经济联系。 他还威胁说,我代表本届政府对在座的每一个国家说,你们在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建立商业伙伴关系时,我们极力敦促你们关注透明度,以及考虑到和美国的长期利益。 据华盛顿邮报报道,在这此前一天,彭斯接受有一媒体广播采访时,又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指责,妄称中国以放弃更多自由的道路等等。 且在同一天,美国国土安全部长与联邦调查局长在听证会上,也双双指责起中国威胁,再次宣称中国干涉美中期大选。 中国是美国最大的威胁,比俄罗斯还严重的,而对于这些,无端指责,我国外交部此前已作出回应称,纯属不风捉影,混淆是非,无忠生有,中方对此坚决反对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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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